主内蒙埃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 诵读思想祂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 亚当 耶稣和我 请翻到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翻到后请听我为大家诵读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这样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顶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的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 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 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无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不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 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服 众人也就成为了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 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永生 读经到此 听道又行道 并保守神道的人 神有福了 你们要赞美神 亚当 耶稣和我 要认识亚当 最好请他本人 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亚当 我是神的儿子 你可能会问亚当 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 让我告诉你 因为我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造的 你想知道神是怎么造我的吗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 他把生命之气吹在我的鼻孔里 我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神给我起名 叫亚当 神为我造了一个家园 他的名字叫伊甸园 伊甸园非常漂亮 有着各种各样的树 树上的果子 很好吃 里面还有两棵 很特别的树 一棵是生命树 另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除了树以外 在园子里面还有四道河 河水用来浇灌和滋润园子 园子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就不一一告诉你们了 耶和华神让我修理看守园子 他还告诉我 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 我都可以随意吃 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不可以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神告诉我 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就一定会死的 好了 今天我们聊到这里 我要去干活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 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亚当的介绍 对亚当应该有一定的认识了 大家还记得吗 刚才在亚当的介绍中 说在伊甸园里 有棵可以分别善恶的树 如果谁吃了那树上的果子 他吃的时候就一定会死的 到底亚当有没有吃呀 刚才他没有告诉我们 那我们一起回到 今天开始正道时 诵读的经文 罗马书第五章 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写到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这个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罪 为什么说死从罪来的 在创世纪三章六节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亚当的妻子 下瓦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也给亚当吃了 神明明白白告诉亚当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可以吃 由于亚当没有听从神的话 就犯了庞 换句话说 罪就是人不听从神的话 人不听从神的话就是罪 不听从神的话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人就必定死 所以说死是从罪来的 因为亚当的无顺从罪进入世界 也因着亚当死亡临到了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就因此成了罪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当初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没有律法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律法 所以罪还不犯罪 但是从亚当的时代到摩西的时代 死就涨了狂犬 那些没有和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 也伏在死亡的权利下面了 亚当 耶稣和我 刚才我们了解了亚当 和亚当犯罪与律法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耶稣 关于耶稣在使徒信经里面 简明而要地写道 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靠的祖父 祂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白杖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死人 让我们再次回到刚才读的经文 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下半节经文 告诉我们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耶稣 耶稣就是那以后要来的人 接着在十五节告诉我们 过犯不予恩赐 如果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现在 因着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更加倍的领导众人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如果亚当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他做了王 那些受红恩又谋所赐之意的 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 同理 因亚当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耶稣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 因亚当一人的被称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耶稣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动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亚当 耶稣和我 终上所述 因着亚当一人犯罪 众人都必须死亡 因着耶稣基督对人的拯救 所有人的生命 就是所有信靠 耶稣基督的人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反思 我们作为软弱有限的人 带着罪信来到这个世界 是从始祖亚当那里承袭下来的原罪 三性被逆 但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行 不愿意顺服神 甚至认为行善机的做好事 可以得到永生 出生就带着罪信的人里面 亏缺了神的主要 早就不完全了 一个不完全的人 无论做到多么完美 都始终无法达到神完美的标准 正如亚当自己 也免不了一死 感谢神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到了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 所以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与过犯 我们因此被称为了义人 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接受 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现在就是时候 敞开我们的心扉 接受他 作为我们生命的救助 如果带着你 我已经接受并且信靠了主耶稣 让我们向他仰望 得着从他那里私下的大努力 每天在这个世上度过 每一个合乎神心意的 成圣的人生 我们单看自己 合乎中道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感谢上帝 这个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因为亚当犯罪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罪中 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已经接受耶稣 作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就恳请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引领我们 保守我们 每天按照神的心意 活出新的样式 让我们在凡事上 越来越像 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